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是一日千里的 发展是海军 现在他们最自豪就是003这架福建号 我们说他们的航空母船最新 他们上面有电池弹射的东西 我们说到跟美国的福特号是看齐的 其实连他们的名字都很像 美国这架叫福特号 中国这架叫福建号 其实都非常相似 我有时都怕说错 两架福走在一起 当然大家事不免会做比较 但是我们又发觉中国很自豪 常常都说我们有些是领先世界 领前美国一代、两代 常常都说这些 其实我们都看惯了 不过都还是有些技术性的疑问 包括如果在科学的角度解释 中国现在在船艦、船舶上 例如做推进 不同的系统里面有一个字 是经常都会出现大家在脑里面的 就是叫做中压直流电力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或者简单说我们经常说中压直流 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而为什么你看到他们的马卫明院士 就是科学界来说 像一个巨人 他说到这件事很厉害 中国这些位领先了世界一代 如何带领中国的航母进入新世代 甚至乎中国的航母也都由以往 应该是用蒸汽弹射的设计 就是因为马卫明院士最后这个发明 最后叫停了蒸汽弹射 转上了他研究的电磁弹射上去 究竟是整件事 看到中压直流的贡献在哪里?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说多一点 这个震惊中压的中压直流究竟是什么事 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助点赞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支持 好,陈邦,我们回来 其实我们说什么中压直流这家东西 先说中国独创 还是我们有估计 可能是自主研发的那些朋友 那怎么来的呢? 首先原理上中压直流 或者有时候我们说直流交流 其实它本身是什么 它应用在什么地方 还有它现在的发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这些专业辞回 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字面解释的 一个比较中度的电压之下的直流电 中压直流 就是说电的东西 什么是比较中间的电压 原来它也有一个比较清楚定义的范围 就是说由一千伏特 至上去有人会说是十万伏特之间的这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说在香港你搭那些火车地铁 它们用那个电纜的电压 就以二万多的 这个算是一种叫中压 但是如果在那些铁路里用交流电的话 那些叫中压交流 是 但是其实这个二万多伏特 对于人类我们来说 就已经很高压 所以我们经常都俗称 那些二万多已经叫做高压电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电机的领域里面 他们将低压、中压和高压 是用回他们自己行头里面的习惯 来再这样去分类 所以如果你说 照字面中压直流这四个字 其实在整个电机学里面的分类就是 介乎于一千伏特至十万伏特之间的直流电 和他们相关的那些电机的原理 那你能够掌握到这些电 去制造它、去运输它、去运用它 那整套就是它的电机技术 在这里 你能不能够玩得到这些电 来达到你想做的东西 那我就不会说 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个电机学里面的分类 所以我就不会说它是一个什么的新发明 那就是中压我们有个概念 对我们人来说是很大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 对很多大的基建的东西去推进 他们归类为中压 那么这个中压直流 或者中压交流 其实它以往那个应用 就是说是军事应用 是不是都是集中 可能是一些很大型的 一些的运输工具 会多一些呢 如果你说一下军用的那些 一般来说 你军用的东西最大的能量选耗 是来自移动 运输那一刻 那么你无论是陆上的车好 海上的船好 天上的飞机好 用能量最大的部分 永远就是那个发动机那一部分 这个大家不难想象 但是呢 其实在某一些的场合 尤其是现在去到现代 那些越来越电子化的那些 那些现代发电灯 你会发觉 越来越多的一些这样的器件 他们是会用到 用电的 就是它不是只一件武器要用电 那它可能是那个雷达 那个通讯 需要用电 那未来也可能会有很多 需要很大耗电量的一些武器 那所以慢慢我们会发觉 就是说 以往 无论在海陆空上面的武器 我们用的能源 很多时候是由那个 它移动 是占了最大部分 但是慢慢你发觉在它上面 负责去维生 通讯那些部分 其实也都佔得越来越多 那在这一方面 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陆军海军空军 就是哪一个的军队 那方面 会是越来越多 这些关乎通讯 武器 是用电的 而是跟它们本身的动力 没有关系 那很多时候 我们会想到它就是海军那里 尤其是说那些 航空母艦 就是航空母艦 你很容易想象的 它就算不是走 它就这样摆在那里 它也要用很多能源 那能源不是纯粹养住 那些人在那里住 而是它本身的运作 你里面有升降台 有通讯雷达等等的东西 你用电量是很大的 所以在整个 比如你说建造这个航空母艦里面 那个电机工程佔的部分 比起你在空军上的战机 和陆上的那些 一点都不会少 而且限制会比较多 陆上的东西 如果那件东西是不动的 那就是普通我们一般用的电机 但是如果你是放在海上 它的规模有回到那一刻 带着它到处移动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说 在航空母艦里面 那个电机工程的能力 其实直接就会影响到 你整个航空母艦的作战能力 明白 那为什么我们去看 中国经常批评自己是中压直流的 我觉得它暗示 第一是好像他发明 第二是说 就算不是 他也是在这个世界的领先科技那里 其实实际上这个中压直流 如果你说在中国的应用上 是不是真的好像他所说的那样的情况 我们一开始已经说了 中压直流这件事情 不是被发明出来的 是本身的电机河里 已经有这样的分类 也有人是在用的 那差在你放在哪个场合上用的 以及实际上究竟有多有用 那我就会说 如果你说在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声称自己率先能够 在他们的航母 或者在他们的海军的其他位置 要大量使用这个中压直流 那有他们的根据 但是不是代表着 你能够这样大量去用中压直流 就代表先进呢 那就是见仁见智 那首先 和别人比较一下 你如果说回1980年代 美军已经在这些叫做中电压的电机那里 在军用的中电压的电机工程那里 已经做了很多东西 那他们就做最多就是用交流电 就是那些叫中压交流 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原因很简单的 你刚才也提到 你在航母上面的升降台 起重机 你运作的雷达 甚至乎我们可能会讲一下那些的弹射器 你各样用电 那最方便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用交流电 因为交流电 你去发电 你很容易连结到 即是说明交流电 它有起有落 不停地转来转去 是一定和去发电的机组 本身都是一件转来转去的东西 是直接有关的 所以我们看到 通常那些很高压的交流电 通常背后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发电机组 而那发电机组是有转动部分的 无论你是核动力也好 还是传统的柴油动力也好 你其实都是不外乎 煲热一些东西 然后推动那个渦轮跟着发电 其实都是这样的原理 所以这些发电机组 很容易就被我们产生到一个很大电压的交流电 那么我们直接由那个发电机组 拿去的电出来 无论在那个船舰的动力的部分 还是在那个正常运作的那个雷达 或者一般的维持运作的部分 都可以由那里去拿电 那么这些技术来说 听起来就好像很简单 但是其实在整个船舰发展里面 这件事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那个 尤其是在比较上一代的那些船舰 那些船上面那些维持电子的装备 那个对电的要求就没有今天那么大 那么他们的动力系统 和船上面那个供电系统的运作 往往是会分开了两个系统 就是你可能那个温轮去推进船去移动 和你另外去供电去给其他的器件运作 是相对两套比较撕开的系统 所以把整个电机摆在一个系统里 很灵活地调配应用这件事 其实都是说到美国是2000年后 才相对比较灵活地运用 那么中国大陆其实他也一如一旺 就是要追赶这套技术 因为他知道你在船舰上面的能源 可以自动调配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个先进的表现 就是你如果说太空科技里经常玩这些 原本我放给这里的电 把它拿几个ampere 放在这里用 大家看回阿波罗计划的电影 经常很喜欢讨论这些东西 这些其实都是那堆电机的东西 好了 再说一点 就是说 在欧美那里通常就是这些叫中压交流电 是用得比较多 那么他们有没有场合用直流电 那会有的 那些雷达系统 有时有一些场合是需要用到直流电 而且还需要把直流电 去将它的电压变来变去 那么这个也都有赖在2000年后 那些这样的变压直流电变压的器件 做得越来越轻巧 另外就是本身 那种由交流电变直流电的技术 其实本身也不是一样什么秘密 那问题就是 你怎样令到它能够在这么高压的场合 都做得这么轻巧 那就是军事技术所在 而对于欧美世界来说 这套东西他们一直领先 那如果中国也想完全访效西方 去做一个叫中压交流技术 来建造你的船舰 和装备你的船舰的话 那很多这样的技术和零件 就要受外国去支配 那你一备受限制的时候 你就会停手 那所以他们就尝试自己去兜开这条路 那所以你可以这么说 他们搞那个中压直流 我觉得最重要不是宣传他们自己有多先进 而是他们宣传一种 他们有能力去绕过其他国家给他们的技术切限 来去做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那陈博 如果听你这么说 就是说中压交流中压直流 其实都是一个电学上面的东西 我想知道 既然中国也经常说到中压直流这么有优势 那其实中压直流和中压交流 他们有没有说国有那种优势 还是他们最好的都是要各取所长去用 会最好呢? 我会这么说 国有优势的 如果他们很灵活地掌控得到 在这些中压电中 如何将它直流交流 玩来玩去 那才是代表了先进 而不是说 我发展到我的中压直流技术 我就很先进了 说真的 你如果将中压直流 或者你搜尋英文的 那些文章 就是这样的字眼 你一找别人的文用技术 一堆都有 所以千万不要有个误解 就是说 某个国家 然后就发展到中压直流技术 就叫做有东西领先世界 但其实我觉得不存在这回事 这里又要讲一下 直流电和交流电 由最基本的物理电学上 那个优势在哪里 那种交流电很容易 由你的发电机移动的部分 去产生一个交流的电压 因为其实你把一个线圈 放在一个瓷场里移动 出来的就自动是交流电 而且交流电 它有一个方便 就是我们中学时代已经读了 怎样做火牛 火牛一边一个线圈 另外一边的线圈数 会多一点少一点 就令你做到一个 将交流电压去提高 或者降低的效果 那它的原理设计可以很简单 所以我会说交流电天生 就是一个不需要太多器件 很容易就由动力产生 然后你想将它较大较小 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一种电 这个就是交流电的优势 反过来直流电是没有这种优势的 直流电就是 这个就是我自己读书时代 我的同学在大学读书其中一个 就是final year project 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怎样可以做一件原子的器件 一件电子器件 它一边输入可能是六个伏特 另外一边输出是12个伏特 你将它调转 你12个伏特输入的时候 另一边给你出六个伏特 就是这种纯粹是直流电的 叫做step up和step down 就是你将它提高和降低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很多时候你要连接到电子学 有一些小小的集成电路的 比较简单的电子零件去砌出来 就不是一个很简单 纯粹一块铁一块线圈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就是直流电的弱势在这里 直流电的弱势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你如果那个线路是直流电开关 对于我们普通一些低电压的直流电开关来说 就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你将线路断开了就断开了 接着就接着就接着 就是我们拿着一个拉射指定 喜欢它亮灯就亮灯 放开手就亮灯 基本上不需要任何 你一个弹弓就能控制它断开 你用手按它就断开了 但是呢 当直流电去到一个很高的电压 就是好像现在说的中压的直流电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个比较轻巧的断路装置 对于那个物料和那个空间的要求 就会多很多的奇述限制 那这里就真的要讲一些 可以是很中学程度的物理学 你在一个直流电的电路 你突然之间很快地把电制断开 其实是会产生一个非常突如其来 非常之大的一个电压 这个电压是足以破坏到你那个电路上面的器件 所以你怎么去设计好一个叫做直流电的断路器 在这里比起交流电来说 就多了一些额外的要求 所以我会说 你要控制这个中压交流 相对于你控制这个中压直流 你是要克服多些技术难关 但是在现代来说 尤其是在这十几二十年 随着那个电机和电子的器件 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轻巧之后 这件事变得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就是以往你要将这些交流电去转直流电 或者要是将这些的直流电去升高降低 可以是很笨重 还有对物料要求很高的事 但是现在来说 它可以做到一个轻巧到一个地步 就是你在一个船艦上 都可以去摆一件这样的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攜带来一起去作战的电机装置 所以我会说 中国就是克服了自己的一些技术难关 令到它也是跟其他国家一样 它有能力去驾驭到这些中压直流电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中压直流和中压交流就有好处了 最重点就是如果可以同时兼用转换装置 越是简单越是效率高 就会看到双方的分野 另外就是我们在说中国 他们利用中压直流 不可能简单总结两句都可以跟我们说到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他们来的电池弹射呢 那样东西是真的那么重要呢? 还是你觉得都像一个宣传呢? 我觉得电池弹射是我们一定要说的一个重点 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 船上的电机运作 很多时候是为了它可能升降台上落 里面要开灯 还有你那些的譬如是雷达通讯那些运作 是在这个level 你很少可以直接拿你船上的电去攻击人 但是有了电池弹射之后呢 你就会发觉你是需要有一个足够强的一个电源 提供那个武器的基本能量 以前你是纯粹用回普通的炮弹 基本上去预先那些的 就是你说射 你海上那些这样的导弹蓝炮也好 它那些的能量本身就已经被那个武器 自己本身就以火弱形式去攜帶着 但是呢 如果你是说 如果有一些是电池弹射性质的武器 那你就需要用到 那这个我又要呼应回 就算你说不是去到武器 你是准备去弹射一架战机出去 那你其实也需要一个很强 稳定的一个电源去供应 而这个电源最好就是说 它最好也能够连结了你本身整个船南本身的动力系统 然后这个可能是柴油机组好 因为未来核动力也好 它就能够直接很有力地供应到你船上所有东西的需求 无论你是战机的弹射 武器的弹射 日常那些开灯运输的运作 都可以由整个电机装置和你去支持住 好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中压直流电究竟对航母 甚至大型船舶的推动上有没有什么优势 电力提供等等 我们很明显就有另一节 另一节就会说到中国航母的电子弹射 我想大家都会常常比较的了 就是福特号和福建号 中国和美国两手的航母船 他们对于那种电子弹射里面 就是中国的中压直流 是不是真的对电子弹射的影响得那么厉害 以及电子弹射的效率又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有机会再和陈博在其他节奏和大家分享 谢谢陈博 好 那我们就在另一节再和大家再见 大家记得帮忙 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军武器言》和《法学新智》 另外大家记得帮忙给点赞 好 那我们在其他节奏和大家再见 拜拜 这个字幕和声音乐 我们在其他节奏和大家 不许多论